好,來吧 這部我不行了 乾你屁事啊 我屁事 歡迎收看 愛神幫幫我 沒錯,今天來到了我們的 第四集 個人本身也對他非常期待 你對每一位都非常期待 因為我今天要自己選 所以每個男主角要跟愛波相親約會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 是 那我們今天這位有什麼特色 你們為什麼不問 對啊,你們有什麼 我要問啦,我要問啦 今天這位讓你覺得exciting的部分是哪裡 他會彈吉他唱歌 你剛剛愛波就是有才華 對,愛波喜歡 他說只要有才華就好了 然後重點是179.8公分 還不錯 他先贏在身高 為什麼不要直接寫180就好 反正要翻不出來 你不要像他是一個誠實的男人 對,而且呢 他也有戀愛之處只有504 他也是母太單身 而且是母太單身 所以我覺得好像蠻酷耶 對 應該愛波OK吧 好吧,那我們再來看看這位有才華 有才華的 男生能不能取得愛波的芳心囉 是的 我叫Morris 我來自台中楓岩 從來都沒交過女朋友 喜歡音樂 喜歡唱歌 然後平常每次會去健身 然後最近 回去彈眼射箭 然後可能回去 射箭耶 老公彈跳之類的吧 他台灣槍好到底喔 你很過分 那台中槍吧 好,那這邊我們就來正經 為什麼要同樣 話風一轉 這集怎麼回事 這集的同學感覺就是蠻有創意的 直覺選一種 聽到什麼就直接選沒有關係 咖啡還是茶 茶 飛機還是郵輪 飛機 夏天還是中天 夏天 手機還是電腦 手機 好,兩位可以拿下眼罩 可以秒殺 很厲害耶 對 秒殺 嗨,妳好 默契大討厭 就默契完之後才可以見到彼此 那如果都沒有默契我們就 再也不用見面 你幹幹嘛 我叫人多 我叫Morris 今天餐廳人還蠻多的 你們覺得嗎 你今天餐廳人 對啊 為什麼你叫Morris 其實我的名字 吳敏銳 後來遇到一個英文老師 然後他就想說他幫我取一個名字 然後他就幫我想了很久 然後想到一個最符合我本名 中文名字的名字 敏銳 Morris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 沒有啊 完全沒有觀念 欸,妳要不要吃那個你的肉 平常是做工的 我是做工的 算是門窗 欸,怎麼不就很累 其實還好耶 我覺得 最主要是他可以到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去觀察每個人家裡不一樣的狀況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自己想 可能這個家裡感情不好 可能這個家裡很歡樂 What 我覺得不錯啊 就是去每個人家裡 但要去觀察別人 我覺得是一件有趣的事 對 我以為這是從裝什麼樣的窗屋 然後去判命這個家 其實窗屋還好 那你有看過什麼樣特別的建築 那你有看過什麼樣的建築 那有在大寮 你有看過什麼樣的建築 這是什麼問題啊 那有 像城堡一樣 有 像城堡一樣 在哪裡 在...山藝喔 喔,山藝 我知道 南投上 山上好像也有 像那一隻城堡的 那 民宿啊 那 好嗎 他就很清點愛哭 平常會自己一個人就是到處跑 可能去看看展 看看書之類的 你說我嗎 對啊 會 那你會不會覺得一個人的時候會 有時候會想要找一個人陪你 偶爾 偶爾 就是需要人 真的有時候比較喜歡一個人去看展 跟我講 看書的話比較喜歡一個人 才不會被人家 打到啊 對 我之前去新加坡的時候 我也是自己去 感覺兩個人蠻多相敵音樂 就買一把吉他 所以你會就是音樂 少 還好沒有到很厲害 平常會去彈吉他這樣 對啊 就在家裡面自己錄 想要當畫片歌手嗎 也沒有那麼誇張 可是也不能說完全不想 你知道 大家都有夢想 可是 就是 你出社會之後工作 就可能時間比較沒有多 暫時當興趣 至少還有一件事情讓你做 那你會去 就是去商演嗎 或者是去朋友 會不會比較表演幹嘛的 目前沒有喔 可是我今天有準備喔 好 那你要表演嗎 竟然這個情緒可以啊 竟然這個情緒可以啊 竟然這個情緒可以 我滿開心的啊 很好 但我覺得這個男生 終於是有一點幽默的 他是幽默 因為前面幾個都比較 要木嫩 害羞 悶騷 我們現在要撇除 嗨咖 對 嗨咖不爽 嗨咖已經不在我們 今天就準備了一首歌 因為 因爲什麼 停頓啊 很尷尬 沒有 因為前一陣子 我看新聞 秘俗金跟美姨說 因為他好像交女朋友被發現 對啊 然後他說我30歲 對 該找個穩定的交往對象 然後我發現 欸 我也30歲 那我就準備一下他的歌好了 這樣可以吧 很生活化的一個理由 很可愛的男生 因為其實本身也很久沒有約會了 就想說要浪漫一點嗎 剛好 我有找了幾首歌 想要呈現 但有的太多 有的太少 然後剛好調到 畢數性那首歌 我覺得當然也可以符合 就是 第一次約會的感覺 所以我現在要 要有一個 帶入這個主題的對話嗎 什麼 你剛不是有幾個前天主題的 對啊 所以他已經可以了是嗎 可以了 我還在講一次 我也忘記我講什麼 畢數計30歲 自己生的全台忘記 欸 我想很久欸 好 來喔 好 我怎麼覺得這樣看 他好像沒那麼活花 我覺得艾波沒有喜歡他 艾波好像 那看彈完吉他以後會有 好 第一次 一個星庭 男人 孩子 男人 有 男人 男人 他彈錯了是不是 他彈錯了是不是 你是不是說得很開心 你怎麼說得很開心 他彈錯了是不是 剛剛開始我很用 好 先暈死氣 好 你還有有人唱情唱給你聽過嗎 沒有單獨這樣子 我也是第一次 好 不要緊張 來 一颗心腾也冷漠 可是呢 我心腾也冷漠 所以呢 想忘了 从现在我想要大声地说 爱就是冷漠 爱就是冷漠 最后说一百个理由 带给你几个笑容 连续你眼睛 彩色顺恋 需要你 I love you 她唱错了 I love you 艾伯翻白眼了啦 好 我觉得很可爱喔 怎么办 我觉得很可爱耶 不行 我觉得我们的艾伯姐没有翻眼 结束 很加分到500就是很喜欢 因为自己的男生 我觉得很活泼啊 就是很外向的一个男生很好 就是会带动气氛这样 我觉得我们的艾伯姐很喜欢讲客套话 我都在讲客套话 因为自己是第一次在异性面前表演这样 然后就花一点时间准备这首歌的时候 想说要送他这样 是有点紧张的 应该不是有点了 你等一下会让我说一下你的情话吗 好啊 看好啊 好没灵魂喔 天呐 艾伯都整个不在状态 艾伯怎么了 分享你最喜欢的一句话 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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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分享 当你放胆追求这世界所有让你感到热血沸腾的事物 你才会觉得你的人生是你的 四吧 我下一把 其实我都忘记了才是 完蛋的Steve 我已经忘记了耶 哈哈哈 说什么 说要忘记了是不是 他说其实我不能忘记他讲什么 你看我没feu 怎么办 艾伯 这集太明显了 他从头到尾 这个太明显艾伯没有feu 他从头到尾没feu 他从头到尾就是在状况外耶 阿瑟蛮明显 他有点害羞 然后林洋他有感觉就是 诶 这感觉还蛮有趣 然后还他就是跟朋友在聊天 对 马里斯就是 喂 哈啰 可是我觉得马里斯很丰富 我觉得马里斯个性不错 对 他很丰富 就是跟马里斯聊天 会很有趣不怕干 会觉得 对 他会一直 对 他会一直帮我想话题 那个场面不会太尴尬 对 我会一直在思考 是不是你这个人 你在这一生 你到底是要来这边干什么 有的人可能想要带给人家欢乐 有的人可能想要乖乖的 就是安穩的过一辈子 好意思 他开始在讲连事哲理了 你才会找到目标 你找到目标之后 可能你就会知道你人生 到底是会有什么存在 哎 艾波怎么离线 艾波好好笑 不是 我觉得现在要来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 因为老实讲 我第一次跟我男友见面 确实我们就在聊这些 然后我男友因为讲了这些话 我就彻底爱上他 因为你觉得他很有想法 对 所以我觉得怎么办 这个很难评论 因为如果是马里斯跟我讲这些 我会给他加一百分 可是因为艾波他不喜欢这些 你们两个很明显不喜欢啊 我们两个好像就还好 我一开始是跟我BB就是 我们就是讲的 就聊这些道 然后他还跟我说 然后就这样看着我男友想说 哇 你世界好妙 是一个我不知道的世界 然后就有点爱上他 他跟你男朋友是同一个类型的 我男友也是 他只要再戴起串项链就是哪 哈哈哈 约会的时候到底男生要不要砍 要不要砍他的人生管 我觉得要看反应 他没有发现艾波没反应 因为如果今天艾波有反应 他可能就像你一样 会呈现弥媚状态 或者是就会直接跟他辩论 一直跟他聊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看人 因为像艾波很明显就是已经要关机了 这个时候你就要换方向 不然你继续聊下去 你就会像刚刚那样 艾波就会在脑袋里面 帮你放两倍速六倍速 没有灵魂 对啊 我觉得这个约会是没有来电 我知道问题了 Morris讲话有点吊朗叹 对 他如果讲话就是稍微稳重一点 会很加分耶 因为他其实是讲的东西是有内容的 他就跟嗨咖一样啦 明明讲的话都是很有道理的 可是用那个方式讲话就错了 就是用错的方式呈现跟表达 对 或者是他讲的时候 他应该要抛给艾波回答 就问他 反问他 对 他会遇到跟嗨咖一模一样的问题 就是一直讲自己的 因为这样对方就会很容易陷入一个无聊状态 对 关机状态 换我换我 换我 你满意现在的生活吗 不是啊 你的感情关系好像结婚吗 向往婚姻吗 好再抽一个 好再抽一个 欸想说你再抽一个 我再抽一个 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 顺其自然的一个状态 但我会觉得讲顺其自然 好像又有点简短 无法表达 可是我觉得对婚姻这个状况 其实就是顺其自然 有上网过婚姻 但现在就是顺其自然 我觉得是要你 你有子子还子女的 有啊 我看到小孩子会比较有想要这种想法 但是就是你现在还是会觉得 会不会结而婚之后 你会 你会 没办法去做 就是你现在在进行的事情 或者是什么 因为你毕竟 如果你结了婚 如果你生了小孩 就不是自己一个人了 对对对对 就会有这种感觉 阿里真的很认真欸 就听他感到问喜 带小孩 跟工作 要有一个铺盒 所以你是觉得说 你要在工作的时间之外 还是要过一点时间给家人 给小孩 对 这是一定要的 这是一定要的 对啊 而且我觉得 人生不一定 只能带小孩生小孩 就是工作也是要 不能一辈子被困在一个地方 有些梦想 对啊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天啊时空的人 想象力很丰富的 喜欢去思考一些 可能没有 别人没有去思考过的东西 像料理来说就可能 像我会拿 蕃茄酱去炸鸡块 蕃茄酱去炸鸡块 那是什么 因为蕃茄酱它本身有油啊 然后你就是 加热一下它会分离 然后你再把鸡块炸上去 我当我脸部 可能会做一个正确的表情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就不用蘸蕃茄酱了 没有没有没有听过蕃茄炸鸡块 有点神奇 我觉得很有趣 然后可以试试看 但蕃茄酱就是不知道 他想试看看欸 我说是他想试看看 好 你们一起试看看啊 好浪漫喔 可以一起炸鸡块欸 你觉得为什么到现在 一直都单身谈不了恋爱 两个 那两个都可以答这个问题是不是 以前小时候会很想谈恋爱 然后以前都在看那个偶像剧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注意到的都是男二 然后通常男一都很渣 然后家里很有钱 然后就很像那种恐怖情人 有没有 可是女神就很爱她 但是我以前看关注大家都是男二 他是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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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男二很奋力的 就是去付出 我就很喜欢 很向往就是觉得 那时候的感情观 就是觉得说 嗯 就是要一直付出 我喜欢女神 我就是要一直要对她好 然后让她知道我对她好 我想要跟她在一起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 使人男二型的 对 付出的那种 所以我永远没办法 跟你只要在一起 然后久了你就会有点疲惫 但是你没有意识到说 自己做这件事情是错的 就是 对 对 对 所以你只 她可以有众多男二 但是你要 你要成为是她的男一 但你就不能说男二 就带来这种感觉 观点好特别 他想当男二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观念 可是我觉得问题不是男二男一的问题 他会看我上去觉得 明明对女主角好的都是男二 为什么最后女主角还是选择男一 男一可能是霸到总裁 对她很快 还会哄她 还会霸她 对 可是她就是拥有一些女生喜欢的特质 特质 所以重点还是特质 不是对你好不好啊 可是因为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奇妙 因为像我喜欢的对象都是 男二型的 就是默默付出 在你背后付出的那种 我老公就这么会想 对你喜欢男二型 我老公完全不是男 我喜欢男一型 对啊你老公就是 你男朋友就是会对你说 对啊那你呢 她也是喜欢温柔的一天 对啊男二吧 或是搞笑配角 哈哈哈哈 她们是好像去女主角的闺蜜 对对对对 闺蜜男朋友也是搞笑 对啊 那我知道 那她就是一直没有遇到对的人 她没有遇到对的人 因为也许她会遇到 喜欢她这种默默付出 因为很多男生确实是 享受付出 照顾 让对方需要她这样 是没错 但我觉得她也不需要 把自己看那么悲剧 因为这事业上本来就有千百种组合 对啊 因为不会每个人都是女一 可是我觉得也有可能 问题出在她身上 因为她就是喜欢女一型 她明明是男二 可是她喜欢女一 对 那你喜欢女一就会有点喜欢不到 你就要喜欢女二 对 女二会是什么 女二会是什么 不是她就是要喜欢一个 喜欢男二的角色 她不可以喜欢女一 其实这样子的市场是很大的 就是暖男的市场是大的 那当然你可能会遇到几个 把你当工具人的人 但是你总会遇到真的喜欢你对她付出的人 对 我觉得不用那么悲观啦 因为偶像剧的世界 它有一定的架构 但是现实生活没有 就她不要把自己当成男二 她要把自己当成暖男 没有一或二 她就是一个暖男 暖男 她要相信自己有优势 她要相信自己的优势是她的好事 对 我觉得幽默如果有体贴的话 其实算是加分 比较喜欢去挑战这件事情 然后做很多事情这件事情 对我而言来说 那这个男生就很加分 因为我其实喜欢一个男生 鼓动 然后自己 有相反 然后有行动力 这样子 我有一个挑战 没有到必要 可是就是加分的条件 因为她自己知道自己 有稳定了 她自己知道自己稳定了 然后也知道自己 擁有什么 她天平往她倒耶 真的耶 真的耶 就是我们本来以为爱波没有感觉 就爱波现在突然天平倒过去了 所以你呢 我 我还没做好两个人的准备 就是我觉得感情这件事情是责任 我还没做好就是两个人的准备 所以 你的感觉是你还没有想要去面对这种 比较 我觉得结婚是比较正式的一件事情 就算结婚也好交往也好 就是我没办法 一直去顾虑到 对没有 顾虑到对方 没有 刚刚爱波他们那段我完全听不懂 为什么觉得没办法对对方负责 要负责 因为这世界上 其实本来就是有分爱得多 跟爱得伤的人 那其实感情中爱得多的人 他本身付出的就要比较多 因为不是要结婚 只是谈恋爱 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 对 不需要说就是像要买保险一样 还有负到什么责任 感情本来就是这样 而且感情本来就是爱一个上一刻 真的耶 你看你教过那么多人 你就上了修好几堂课 对 而且各种不同的课 对各种不同的课 对对 啊有人就零次一堂课都没修过 对 没有上过课 你就没有想过毕业好不好 先修课再说 再说 对 那你觉得他是个 你会喜欢的类型吗 需要相处 但是如果以第一印象这样的话 还不错 一开始看照片觉得 蛮文静的就是 就是文青那种类型 可能就是暗暗静静会自己去看照或是什么 结果到县长看到本人的时候 刚开始就是会主动找话题这件事情 就让我蛮意外的 我觉得蛮有话聊的啊 嗯就是很轻松自在的可以聊天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当然也是喜欢跟今天的女主角 一起相处 就是一起去相处约会一下这样 对 那这是他先给你的表演 好 真的假的 好厉害 可是他是去日本的时候拍的 对 他自己拍的照欸 好有心喔 Morris是我建国最用心的男嘉宾啦 哈囉 我也比同高兴参加这次活动 第一次约会感觉 你是一个很有想法善良的女孩 懂得与自己相处的人 我也和你一样 期待享受生活和感情世界能够取得平衡 嗨Morris 感谢你来参加这个活动 辛苦了 大老远从台中上来 跟你聊天满自在很高兴认识你 啊不知道要写什么 那你唱歌很好听 希望你可以找到人生中把你当男主的女孩 而不是男孩 男二加油 他直接打他枪 天哪 我是发他卡的意思吗 祝你可以找到一个 这集是什么ending啊 欸 艾伯已经发他卡了是不是 那我们还要录吗 拜拜 可是我觉得这集真的要告诉大家 就是 如果对方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真的也不要这么快才是阿成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过来人 爱了就知道 对 因为你们都是跟理想型在一起 算是 对不对 但你就是识文在说 我完全不是 因为我是真的喜欢斯文的男生 我从小到小喜欢的男生 就阿滴那一型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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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所以我觉得如果一开始有一个对象 然后他其实人也不错啊 然后可能 呃 也蛮聊得来的 对 然后你觉得他也是 相处起来很 很融洽 融洽 我就觉得 真的可以试试看 不要因为他不是你的理想的事情 你就那个 你就直接把他打枪 对 因为我真的就是 过来人 完全可以理解 就算你不跟你想型在一起 你也会过得很开心 快乐很幸福 对 然后自己最后就炫耀自己的幸福 对啊 爱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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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只要按这个影片别忘记没按针 分享不记得记得订阅我们下期望 拜拜 拜拜 期待下期